哈喽,大家好,我是馨宇,不用来了 我今天呢,是在我姥姥家 我姥姥家呀,是在农村 今天呢,我想带大家看一下 在农村能年入百万的买卖 是什么买卖 穿过这个苞米地呀,就到地方了 好多的小飞虫啊 天马上要黑了 走在这片苞米地呀 还挺恐怖的 我都怕钻出来什么东西 现在已经到地方了 就是这里 这里呢,是储藏玉米和水稻的凉库 东北的农村呢 主要就是产玉米还有水稻的 每年丰收的时候啊 农民都会把玉米卖给他家 他们家呢,集中以后送到市里卖给凉库 前面呢,也是他家 院子特别特别的大 我带大家去前面看一看 现在还没有到丰收的季节 这里呢,也没有开门 那个上面啊,就是收粮食的 然后用这个传输袋 这儿的传输袋,把粮食呢收到这个房子里 我分析的应该没有错 你看那块那么大个管子 应该就是吸粮食的 然后传输到这个房子里 这个笼子啊,我很确定 它就是储存粮食的 因为我有见过 现在呢,已经没有粮食了 应该都卖光了 这个东西呢,就是给车称重的 我也上去看看我多少斤 它应该测不出来我多少斤 看到这个铁架子了吗 这个就是传输袋 应该就是传输玉米的 他们院子这么大 这得储存多少粮食 他们院子里啊,还有个篮球场 没事的时候啊,它可以锻炼锻炼 现在天已经黑了 因为我姥姥家这面的村子啊 没有路灯 到晚上啊,也怪恐怖的 我得赶紧和我姥姥家了 现在已经出火烧云了 刚才呀,带大家看的那个地方啊 也算得上是我姥姥家这一片的首富了 每年到秋收的时候啊 农民都会把手里的粮食呢,卖给它 刚刚回来啊,问了一下我姥姥 我姥姥说,那个又高又大的机器啊 是烘干机 也就是说湿的玉米到里面瞬间就能烘干 而且啊,他们一年不止上百万的收入 这是我在农村见过最赚钱的一个行业了 我想在农村,我想收玉米 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我要收玉米去了 拜拜